那迪的確確有聽到那句話 這沒辦法派車要通知1922 原因他們遵循著內部的SOP流程 確診的病患即使是生命危機的狀態下 他們還是要找到衛生局或衛生相關單位 所以他們才有那句話 所以基本上的確那句話是遺漏在藝文 那他們解釋說因為藝文的東西 主要是記錄執行員跟我老婆的對話 所以當班的TV對話就沒有在收錄進去 有關於我們那段這句話 恩恩爸爸提到的這句話 那其實都沒有去影響到我們後續救護派遣的這個流程 今天上樓聽完了關鍵的錄音檔之後 那迪的確確有聽到那句話 這沒辦法派車要通知1922 那也問了消防局的陳祖密或李祖恩 他們說對這是他們後面的TV在講的 當班執行的TV就有兩個 這是其中一個TV在講的 那所以他又在跟我講 原因他們遵循著內部的SOP流程 確診的病患 即使是生命危機的狀態下 他們還是要找到衛生局或衛生相關單位 所以他們才有那句話 所以基本上的確那句話是遺漏在藝文 那他們解釋說因為藝文的東西主要是記錄執行員跟我老婆的對話 所以當班的TV的對話就沒有在收錄進去 這是他們的解釋 那你針對說這一通電話 他們是絕對說不影響後續的派遣結果 那你不看 我有提出我的質疑跟問題 第一個在4月14號當下 我也問過全國其他縣市消防局 即使是COVID-19陽性 只要告訴他緊急關鍵是昏迷 意識不清 消防局的派遣的SOP是直接出車 同步內部的勤務中心持續的聯繫衛生局 或是持續的找醫院 那通常在出車接到病患之後 會送到責任的救治中心 救治醫院 這時候通常已經收到了衛生局的通知 所以可以逛病患下車 可是新北市不是 他們告訴我們 當時他們原因的SOP就是 不管病患是昏迷或是意識不清 出了OCA 他們一定要等到 就一定要等到衛生局聯繫好醫院 接收到衛生局的通知之後 他們才能出車派遣 他們不是同步的 這是很確認的事情 那先除了聽這段錄音的部分 還有聽到其他比較特別的部分 其他部分 因為我今天的主要的部分 我是要確認這個 這段話 有沒有 的確是在那個 當時候錄音檔 我有記錄下來的 其他部分的話 我沒有特別再去聆聽 都主要是在做問題的討論 請他們跟我跟一些說明 那針對上次模擬的部分 這個消防局可以跟您解釋嗎 今天一上樓的時候 陳主密或者是請問李主任 他有特別跟我說抱歉 不好意思 當天其實他們只是想要 特別呈現現場環境的嘈雜 他們沒有跟我說明 他們覺得很抱歉 就這樣子 會覺得說這部分是 因為他們有澄清 說那個不是說假報案 是他們可以做 當時有做一個 誒 我不知道法律上的見解 或者定義是什麼 只是他們有澄清說明 他們的確有做模擬這件事情 那你說要假報案或什麼 那不是我講的 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跟他們說明 其實這件事情跟我 比較沒有關係 我當天去的目的 我只是想要驗證 黃局長說的 現場環境吵雜 然後是不是收音的品質不好 因為我也在錄音檔裡面 聽到收音的品質是很好 我只想澄清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場要不要做模擬 或是什麼假報案 那都跟我沒有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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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補充說明一下 律師 那早上我陪這個恩爸爸上去 那一開始消防局的法治的人 有黨律師 就是他們希望律師不要在現場 跟恩爸爸一起聽錄音 那最後我們溝通的結果 最後是我有陪同恩爸爸在現場 那確認到當時確實有這麼一句 就是藝文上面沒有的內容 那首先我們要強調的是 恩爸爸在事發到現在 主張的只有一件事 他就是想知道真相 那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 我們一直都還是維持我們的初衷 那我們一直跟這個消防局的相關人員 就是要求說我們想要看到橫向的通聯紀錄 那麼消防局所給出來的這個證明呢 是一個很粗略的表格 那這個表格沒有任何的佐證 所以我們要求說我們希望可以提供相關的電信紀錄 讓我們去做比對 但是這個部分呢就是消防局的說法就是 目前已經全部的資料都已經交給檢察官 所以目前來講是沒有辦法提供給我們的 那這個就跟當時消防局給恩恩爸爸的說法是 我們會全力協助 這兩個說法是相互矛盾的 那再來就是說前幾天消防局也委任律師 針對這個張信前消防員 就是張信網友的一個爆料事件去提出刑事告訴 那這個部分啊其實張信網友的一個指摘的內容 主要是兩件事嘛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模擬報案的這個情況 以及呢恩恩爸爸上一次 上一次來這邊聽的錄音的內容 可能有遭到辯造 主要是針對這兩件事情 可是這兩件事情跟恩恩爸爸一直要求要提供的 衛生局跟消防局兩者之間的橫向通聯 其實是無關的 但是對於這些橫向的通信紀錄以及錄音呢 到目前為止我們是都沒有辦法去接收到消防局任何的說明 所以這部分我們希望能夠跟大眾去做一個澄清 恩恩爸爸在昨天上午11點多 大概跟我們消防局聯繫有表達要聽取這個錄音檔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也特別安排跟他聯繫說在今天早上 請他到局裡面這邊再配合他來聽錄音檔 那關於恩恩爸爸提到這個議文的一些內容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之前就有清楚的跟大家表示說 這個議文的內容呢是以我們售化方 就是派遣員跟恩恩媽媽雙方通話的內容 逐字來打成議文 所以在其他的這個跟通話雙方的這個內容沒有相關的 我們就沒有進到議文裡面去 那在這一段期間我們也都主動邀請恩恩爸爸到消防局來聽取錄音檔 跟這個議文可以來做比對 那上次恩恩爸爸第一次來聽錄音檔之後呢 也沒有表示說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也消防局也沒有隱匿的這個情勢 那之後如果說恩恩爸爸他有需要來聽錄音檔的話呢 那我們也都會全力來配合恩恩爸爸來聽取錄音檔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我們那段這個這一句話 恩恩爸爸提到的這一句話齁 那其實都沒有去影響到我們後續救護派遣的這個流程 大概這樣子 有關上次那個恩爸爸第一次來聽那個錄音檔的時候 有帶他去參觀這個情募指揮中心 可是事後卻有這個前消防員出面爆料說 當時有一個還原模擬的一個狀態 然後甚至用演戲來形容 那恩爸爸他事後才知道 那這個部分局有要做出說明嗎 我們這邊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上次恩爸爸到我們消防局來的時候 我們帶他到我們的指揮中心這邊來看派遣員的作業模式 那對於外界有說到我們動員全局上下 拨打大量的電話 然後進到119來製造假報案的這個情況 那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也沒有 我們沒有什麼動員全局上下這樣的狀況 當天的情形大概是我們指揮中心主任 他負責接待恩恩爸爸 所以他為了要讓恩爸爸知道說 大概指揮中心派遣員作業的模式 所以他有去請我們樓上有防疫派遣中心 兩位同仁 請他們撥打電話到119這邊來做電話的進線 那這個電話進線的內容呢 也不是報案 電話內容是講說測試電話 所以對於假報案這種情形也都沒有這個情形發生 所以在當天的情形 我們是為了說 讓恩恩爸爸畢竟是第一次到消防局 那想要讓他知道119的這個作業模式 所以我們就特別就是在請同仁波的電話來測試電話 讓他知道說在派遣員作業的情形 的狀況是怎麼樣 讓他知道說 119在派車的時候 或是在派遣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那你要跟他呈現這狀況的時候 有事前跟恩爸說會有這樣一個模擬嗎 因為他說他完全不知情 應該是說他來的時候 我們負責接待的人員 大概有跟他提及說 這個是119派遣的情況 所以有大概當下有跟他做一個說明 大概是這樣子 那現在針對那個 等於說沒有辦法派車這一段聲音 是單純的背景音嗎 那個前一後補大概是怎麼樣 基本上他其實是我們同仁 他是一個救護技術員 然後再提醒我們派遣員 當下受理案件的派遣員 他提醒他 要去確認有沒有通報 相關衛生單位的一個確診的這個流程 所以才會有這句話的出現 好 謝謝 謝謝